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 2024年12月29号就是今天 一架同泰国索安纳普机场起飞的 冀州航空的波音737-800航班 在韩国乌安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发生事故 机上载有181人 包括17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 截至目前已经确认177人遇难 两名空生人员生患 仍有两人失踪 这架注册号为HL8088的飞机 在2009年制造 最初是由瑞安航空公司运营 2017年交付给了冀州航空 这架从曼谷飞往乌安的航班 承载着一个个温暖的价值故事 机上大多数乘客都是参加危期五天的 曼谷圣诞节旅行团的韩国民众 从三岁的小孩到八二来岁的老人 从普通游客到地方政府官员 他们原本期待着平安回家和亲人团聚 那这个由173名韩国人和两名泰国人组成的团队 可以说见证了这个冬天里边最黑暗的时刻 那么关于这次事故 从上午的直播一直到现在 我也看了很多资料 我心中是有五个大的疑问 第一个疑问就是 为什么在短短的六分钟内 从鸟集警告到坠机的时间如此紧凑呢 从时间链条上看 整个事故过程显得是异常的仓促 距离降落六分钟前 收到了鸟集的警告 就是撞鸟了 那么机场在降落前一分钟发出了求救信号 没有进行常规的盘旋程序 没有见到燃油消耗措施 这和标准的紧急降落程序 是有巨大差异的 一般通常情况下 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一般飞机需要进入等待的空域盘旋 完成故障排查清单 消耗多余的横空燃油 等待机场做好 紧急降落准备 第二个疑问呢 就是起落架故障和鸟集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性 波音737-800的这个起落架系统啊 它是有多重保护的 简单来说呢 就是AB standby三重保护 那么在主液压系动驱动 那么备用电动泵系统 还有机械重力释放系统 从技术角度上开啊 这个鸟的撞击直接导致了 所有起落架系统 同时失效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而且现场的视频显示呢 发动机在降落的时候并没有起火 似乎还在正常工作状态 那第三个疑问呢 就是通过了所有安全检查的飞机 为什么会发生致命故障 根据基础航空公布啊 这个飞机进行了出发前检查 抵达前的检查 24小时的例行检查等等 这种有多重检查后 仍然发生重大故障的情况 比如的就是让我们质疑 它的检查流程的有效性 那第四个就是 为什么没有执行标准的紧急着陆预案 哎 我们和电影中看到的完备的预案 完全不同啊 这次事故里边呢 没有看到消防泡沫车提前部署 救援人员是在事后接到报警 而且三级响应啊 是在事故发生之后才启动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机场啊 可能没有获得充分的准备预警时间 那疑问五呢 就是同一架飞机啊 27号就发出了7700的紧急信号 为什么还继续直飞 这大家注意的是呢 这架飞机啊 在27号两天前在执行冀州飞往北京的航线的时候就发出了7700的紧急代码 并改将了韩国的人船机场 那么虽然后来官方解释呢 是因为乘客医疗急症 但结合这次事故啊 不得不让人追问 是否存在在维修放行方面的这个疏忽 而且假日旅游这个旺季的商业压力 是否影响了他的安全决策 包括就是包机跃营模式 是否影响了安全标准的这种执行呢 是吧 实际上在民航史上啊 起落架故障 并非罕见啊 但很少造成如此惨重的这个后果 我们看几个典型的案例 比如说2005年 捷兰航空的292号航班 他的空客A320科技啊 在起飞前呢 就起落架故障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盘旋 消耗燃油之后 成功迫降 无人伤亡 2011年啊 波浪航空的016号航班 不应737 不应767啊 因为压系统故障啊 导致起落架无法放下 飞行员呢 成功的实施了机辅的着陆 767名乘客呢 是全部生还 2020年啊 加大航空的1907号航班啊 也是A320的起落架故障 那飞机呢 经过盘旋消耗燃油之后呢 实施紧急着陆 哎 乘客呢 也是安全撤离 所以啊 我们回顾韩国的民航啊 是啊 在1997年的时候 大航空801航班啊 在关岛坠毁 那么2002年啊 中国国际航空的129航班 在釜山撞山鱼呢 啊 所以每一次事故呢 实际上都在推动航空安全的进步 但是啊 时隔这么多年 是吧 这个误安空呢 还是发生了 就不仅让人深思啊 在航空技术不断 这种进步的今天 为什么我们还是无法 完全避免类似的悲剧呢 通过呀 对比这个基州航空啊 这个不同日期的飞行参入数据 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啊 那么 在12月26号的这个正常航班中啊 飞机在进进阶段 呈现了典型的飞行特征 就是高度平稳下降 高度呢 是逐步降低 整个过程表现啊 是标准的 所谓进进拨面啊 但是在基州航空啊 它的这个2116航班的最后降落阶段呢 观察到一个反常的速度变化 就是当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呢 速度啊 不仅没有随之减小 反而呢 从900公里每小时左右呢 急剧上升到1000公里每小时左右 这种偏离正常飞行包线的这种现象啊 在之前多天的同一航班数据中 都未曾出现 那么怎么分析这种现象呢 就这个图啊 一般来说呀 这个这是飞机的俯冲效应 所以就在飞机快速下降的时候啊 就重力势能 它转换为动能是吧 就这种转换自然会导致速度增加 哎 通常飞行员啊 他会通过减小发动机推力 来抵消这种加速 所以标准处理方法的时候呢 飞机应该保持稳定的下降速率 这个速度呢 应该逐渐减小 而不是增加 比如使用紧易或者减速板来控制速度 所以这种不寻常的速度增加就表明了 可能失去了部分速度的控制能力 或者飞行员啊 在处理其他的紧急情况 导致未能及时进行正常的速度管理 所以啊 这种异常的速度跳升 可能预示着飞机啊 在进进阶段就已经面临了某种技术故障 或者操控困难 考虑到最终的这个事故结果啊 这个早期的飞行数据异常 可能是事故调查中的一个关键线索 还是值得调查人员啊 进行深入研究 就在背后可能的这种系统故障 或者人为因素 就这个突起啊 我们刚才说到过这个电影啊 实际上的这个大家可能都看到过空难点 是吧 比如起了一下故障啊 破降的时候 机场呢是做好了万全准备 什么泡沫车 灭火车都在跑道待命 乌瓜乱叫 最终等来是好消息 但是现实为什么这么残酷呢 我们比较一下这个电影场景和真实事故之间的差异 电影里边啊 是理想的破降准备 有充分的准备时间 比如说跑道上 跑门覆盖 救援车辆的提前就位 救援车辆的 就是说消防队啊 全面待命 医疗团队的也准备就绪 机场所有的起降暂停 所以这次事故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从鸟鸡的警告到事故 仅六分钟 从机场发出求救信号到事故 也就在一分钟 而且救援团队是事后 就九点零三之后才接到报警 没有进行时间啊 进行什么跑门覆盖啊 或者其他准备的都没有 所以消防部门也是在事故发生之后 才启动了三级响应 所以这个关键的时间差异 就在于电影中啊 往往有三十分钟到几小时的 这个准备时间 而现实中呢 只有几分钟的 迎接反应时间 所以结果呢 就有巨大的差异 电影中呢 是大部分人生还 而现实中呢 这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一个人里面呢 目前尽力而生还 这个事故啊 就很残酷啊 告诉我们的真实的航空事故 往往来的很突然啊 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 预案再完善啊 这个如果没有足够的想要时间 也难以发挥作用 刚才这个机场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撞击的这个惨状 从现场的视频记录来看啊 飞机最后16秒的滑行过程 是令人深思的 这2890米的这个跑道上啊 飞机大约以200公里 初始速度落地 按照物理学原理啊 这个正常的着陆时 飞机会通过反推装置啊 减速版啊 轮胎刹车系统啊 共同作用进行减速 但是在这次事故里面呢 可以看到 因为起落架没有能放下 飞机只能依靠这个机幅 和跑道的摩擦力 来降低这个速度 那根据事故后的 这个跑道的痕迹和视频分析啊 飞机在滑行过程中啊 可能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速度 当撞击跑道末端的 这个阻拦设施的时候啊 估计仍有120到150公里小时的 这个速度 所以这个速度是远超过 飞机结构能承受的 这种极限的冲击力 那更为关键的是呢 这么高的冲击啊 导致机身断裂 然后燃油泄漏 引发了大规模爆炸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除了机尾之外 其他部分都遭受了严重的损毁 所以从物理角度来看 如果能有更长的滑行距离 或者更有效的减速手段 也许能避免这个拒织撞击 另外啊 就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就是机长为什么不选择复飞 他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机长呢 为什么没有选择复飞 这个问题呢 涉及到航空心理学啊 和我们说人为因素的分析 一般通常情况下呢 遇到起落架故障 标准程序呢 是进入等待空域 消耗燃油后 再尝试着陆 但是在这次事故中呢 从秒机警告 到最终决定着陆 仅有六分钟时间 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 机组呢 可能面临多重压力 一是对飞机系统状态的 这个不确定性 这种焦虑 二是呢 不知道除起落架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未知的 这个 这故障啊 是吧 第二呢 就是燃油状态的考虑 虽然从分析时间推算啊 应该还有足够的倍降油量 那么 第三个呢 就是可能啊 存在其他未公开的紧急情况 但最关键的可能是 继续着陆的这种惯性思维 哎 在航空心理学里边啊 这个称为叫目标锁定 啊 这种现象 那么在飞行员 在压力下呢 如影雇守最初的决策 而不是重新评估 其这个现场情况 进行啊 更安全的这个替代方案选择 所以事后分析表明啊 如果在发现起落架故障的 第一时间就决定复飞 或许呢 有更多的时间做充分准备 你可以机场留出点时间来 对吧 这就提醒我们的紧急情况下 打破这个目标锁定 这种思维模式 保持决策的这种灵活性啊 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在2004年啊 马上就结束了啊 可以说全球航空业呢 是经历了多起事故 从年初日本雨天机场的 这个飞机跑道相撞 到阿拉斯加这个航空的 这个风挡脱落事件 再到俄乌这个冲突中 多起军用运输机事故 还有这个航空安全问题啊 就可以说啊 也今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别是最后这一个月啊 从俄罗斯几落阿塞拜疆的这个 823号航班到冀州航空的216号班机啊 就接链发生的事故 让人震惊 这就提醒大家呀 在商业压力和安全标准之间 必须始终保持底线啊 那么正像这次韩国媒体报道的所述呀 调查人员说呢 真相啊 往往藏在细节之中 目前呢 有六百 二百六十四名的专业调查人员的调查组啊 正在努力开始还原事故真相 当然我们知道呢 任何调查结果呢 都无法抚平啊 遇难这家属的这个伤痛 或许呢 最好的纪念方式啊 就是汲取教训 确保悲剧不再重演 好吧 让我们永远铭记啊 2024年12月29号 马上就要过去了 铭记乌安空难 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在追求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啊 安全永远是民航业的生命线